欢迎收看老婆顶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续部科幻喜剧顶 肥老教授 金斯是大学生物学教授 同时也是个超级大胖子 他负责研究的项目 圈养了大批的实验署 这天他一到学校就发现 实验署在校内四处逃穿 校园一片混乱 到了实验室他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自己过胖的体型 不小心触碰了开关 才导致实验署逃跑 助手告诉金斯 他所进行的新药 实验成功了 药物减轻了小白鼠的体重 加快了新陈代谢 金斯为此非常高兴 不过今早 这场老鼠混乱 就彻底柔和了校长 同时也得罪了 前来小参观的赞助人们 校长警告金斯 便要他去争取赞助人的投资 如果拉不到赞助 就借雇金斯 上完课后 一个面容娇好身材苗条的女人 找到了金斯 他是学校新来的教员卡洛 卡洛一见到金斯 就表达了对金斯的研究的 仰慕之情 而金斯也对这个美丽的女孩 一见钟情了 晚上金斯和家人共度晚餐 家人谈论的 也都是关于减肥的话题 这让金斯想起了新奇的卡洛 他对家人说 客气在不断进步 会有不用节食 就减肥的方法 晚饭结束 金斯鼓起勇气 来到卡洛的住所 因为他周五空进晚餐 卡洛答应了 金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 但他也开心担心起自己的肥胖 为了周五的完美赴约 他开始运动减肥 终于到了约会这天 他们来到了一家氛围很好的俱乐部 问他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俱乐部 主持人开始拿观众 为调侃对象互动 金斯也难逃一劫 他的身材 被当作销料取乐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尽管卡洛不断安慰金斯 可是金斯仍然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回家后 金斯开始报应报时 睡觉时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的身体不断长大 直至笔楼还要巨大 他的肚子也因为吃太多东西 开始难受 最后放出了一个具有原子弹威力的屁 这一屁把金斯从梦中清醒了 他下定决心 将自己研究成功的药物 用到自己身上 喝下药水后的金斯 再经历了一番 痛苦后果然变瘦了 他看着镜中 轻手帅气的自己 心情非常激动 恨不得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全世界 他可以穿紧身衣了 可以吃东西 不用担心胖了 但这种药水也有缺陷 并不是永久的 时间一到就会恢复原状 由于胖瘦差距太大 受伤后的金斯 给自己取名为巴蒂 用巴蒂这个假身份 由于卡洛今晚 一起去俱乐部 这次约会 金斯把上次羞辱他的主持人 弄到了钢琴里 抱了一件知仇 但是当要求退去 金斯为了防止路线 就撇下卡洛 自己逃跑了 金斯的助手 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秘密 并指出 金斯变瘦成为巴蒂后 整个人的性格 也变了 变得卑鄙 恶劣 助手觉得金斯 是控制不了巴蒂的 所以规券金斯 不要再继续服药了 校园内 金斯安慰了昨天 被巴蒂丢下的卡洛 同时邀请他到家中吃饭 在金斯的安慰下 他开训了许多 金斯体内的巴蒂 为了继续与卡洛约会 喝下了药水 变成巴蒂后 他和卡洛来到饭店 同时代替金斯 向赞助人 讲解了实验项目 并争取到了投资 但是巴蒂在酒店 勾搭了别人的表现 令卡洛十分伤心 校长认为 巴蒂解除了学校的危机 决定让巴蒂 替代金斯 教授的位置 就这样 金斯丢了工作 颓废的他 又开始在家 报饮报食 突然电视上 弹出了昨晚 巴蒂给他录的视频 巴蒂嘲笑 金斯的失败和诽谤 想让金斯喝下 全部的药水 让他代替金斯生活 但这实际上 相当于要杀死金斯 不想这样消失的金斯 决定在赞助人 急需的校友会上 披露这一切 可是巴蒂 预料到金斯 不会再喝药水 就把药水 藏在金斯常喝的 减肥奶昔中 就这样 金斯五喝药水 变成了巴蒂 校友会上 巴蒂准备当中 喝下所有几量的药水 让金斯永远消失 幸好助手及时出现 阻止了他 这时金斯的医师 开始在巴蒂体内 不断纠缠 试图变回自己 原来的样子 最后金斯站上了巴蒂 夺回了自己的身体 并向大家讲出了 药水和巴蒂的真相 卡洛原谅了金斯 并鼓励他要认真生活 好好对待自己 两人在音乐声中 翩翩起舞 电影结束 好像这个世界 对胖子都不太友好 和土人因为肥胖 而装神 因减肥而痛苦 然而快乐和体重无关 只有真正地认同自己 接纳自己 他会发自内心的快乐 以上就是门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